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成10公斤的容量 当场人账俱获 贸力淀粉和下游中盘勾结 将一般市价应该是一斤25元的独树鼠粉 一半价11元卖给中盘商 中盘南河再以一斤30元 卖给下游大赚黑心钱 目前多数留下台南高雄夜市小吃摊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很气 因为你以前有一些人 比如说下游的厂商大部分都是不知道 这一次中油是配合犯罪 因为它本来25块的成本卖它11块 那到底这一次独电粉本来不是已经查封了吗 为什么还会再流到市面上 那整个流到市面上是有多少我们已经吃下肚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可恶 因为这个事情当时查了很久 查了很久之后你知道总共才销毁几顿吗 它那个时候是销毁了600多顿 封城销毁600多顿有问题的淀粉 那大家想说这件事应该没事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卫生局真的很值得大家鼓励它 那个就是台南的卫生局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问题淀粉厂出现在台南嘛 对 然后所以其实台南在这个事件之后 它是持续它从5月6月 它都一直在暗中调查 它会抽查每个月都还抽10件喔 想说到底有没有人偷偷在卖或干嘛 就真的就被它查到 它都说在哪里查到呢 它在夜市 豆乳鸡 有没有 豆乳鸡摊 你想说这个没有粉了吗 没有粉有味没有果 薄薄一层粉 最好吃 它在夜市豆乳鸡摊 想说不对啊 这豆乳鸡摊的那个炸粉 怎么会这么高 已经到100ppm以上的这个顺定器二手 它说这么高应该不是不小心碰到或什么 它好认真喔 对 它真的很认真 然后它抽到之后就好 想说那查那你是跟谁买的 更炸的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第一个时间夜市小吃摊呢 供出的这个粉厂的名字 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它们上游分成三个地方卖嘛 所以有个 所以它有的不是它自己的包装 这第一时间呢 谈谈卫生局查不到 想说奇怪了 我往上去抽查 怎么都是对的 都是合法的 没有问题啊 可是它就说 要跟它买到有发生什么 后来没有办法 没有想不出办法 它就找检察官 是 它一送到检察官的时候 检察官就去查 就发现 原来这个同时包装三个公司的淀粉 好过喔 所以它就往上查 这三个公司 所有的 它都查18种淀粉 一查就查到贸力 原来是你 因为这个其中 有一些装了别人袋子出去 这也太过分了 更可恶的是什么 我刚才是不是说 我们那样 雷利风行 总共销回600多吨 600多吨 你知道贸力还有多少吨吗 还有多少吨 它私藏了 它为什么有办法藏这么多吨 因为它其实产量非常大 当时可能 我觉得我们政府有时候在查的时候 因为台湾很小 不公平 大家第一时间知道先藏 是 有些藏起来 所以它当时有销毁 它给政府看 它销毁了32吨 台32吨 台32吨 藏450吨就藏起来 他讲说他说他不甘心 因为他说那一致 他心理事觉也一致 所以就不甘心 就藏起来 结果藏起来 就说我想 450吨 后来统计被抓到的时候 已经流出去55吨了 哦 所以55吨吃下肚 55吨你想想看 这可以做几颗肉丸 我好难计算 应该几万颗肉丸都做了 那请问一下医师 像这种顺丁细耀酸毒淀粉 本来我们都知道毒淀粉 我现在都会被了 顺丁细耀酸 吃久了还是吃多了 对我们人体到底有什么伤害 我们进去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知道肾脏 有一百万颗 每一颗肾脏都一百万颗 那叫肾丝球 肾脏会过滤我们的尿液 然后过滤完的跑去哪里去 过滤到我们的肾小管 那他攻击的就是肾小管 他们在做动物实验 发现这个肾小管会产生 肾小管的功用是什么 我们很多过滤的蛋白质 他们会在吸收 都是在这个肾小管的 那他产生一个缺氧性的破坏 变成他就没有这个功能 那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当然就会出现一些 蛋白尿 血尿等等这些 那久了下来 就会产生一个慢性的肾衰竭 那到底吃了多少会产生这样 他这个东西不会致癌 也没有什么基因毒 但是这就是主要是 那一般他们在欧盟 是建议说每公斤 不要超过0.5公克 那每公斤一个60公斤 大概就不要超过30公克 每天的摄取量 那大概多少 就是比如说一个 这个东西会制成什么 你吃一个70公克的 Olan 一天就超过那个量 就超过啦 对 或是说吃个那个粉圆 40公克的粉圆 对 那个也会超过那个量 那一杯就超过了吧 一杯就超过了 而且他说的是60公斤 我们都没超过60公斤 那我们看这一次的毒淀粉的事件 本来都认为已经是尘埃落定 对 结果那些坏心的商人 又把它拿出来卖 那在这个恐怖事件里面 我们到底要注意到什么 杰林来告诉我 去年爆发毒淀粉事件 你以为不吃粉圆 不吃肉圆呢 就没有关系 就没事了吗 那你就错了 现在呢 还有很多美食都中标 有哪些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了 蚵仔面馅 然后鱿鱼跟玉米浓汤 以及咖喱饭 真的耶 好可怕 好吃耶 每天耶 我是 我儿子太爱喝玉米浓汤 我每天买那个罐头玉米 跟那个玉米酱 回去弄成汤给他喝耶 可是你是自己煮的 应该很好吧 自己煮还好吗 可是 是不是 是只在外面吃的淀粉不行 不知道耶 可是我们就是外面 你看 可是你还要分包装贩啊 对啊 而且我也会就是咖喱饭啊 我自己是在那吃的 咖喱块 对 然后蚵仔面馅 台湾那是 这个就在我老公公司楼下卖 他回来就说 欸 带两个回来 我怎么办 你说好了 真的 我咖喱饭很爱吃 但我都是买回来自己煮 我都是自己在家里煮 咖喱粉 咖喱粉或咖喱块啦 都是自己在家煮 然后蚵仔面馅 我尽量现在 你的咖喱块是自己弄的 就外面买的 不不 外面买的咖喱块回家自己也吃 大品牌或者是买日本的 你就是分散风险嘛 可能买大品牌 我觉得有一阵子 大家也都在想说 好了 台湾的事情一爆连一爆的 那不然买日本进口 会不会比较安全 日本现在也每天爆啊 真的假的 我上个礼拜才是写啊 拜託那个日本 我就想说 什么编辑女杂 所有都是日本的 第一个 日本草莓 你知道有多离谱吗 有一批日本草莓 什么农药 它一次 一批草莓有六种农药残留 我想说你们日本人 现在也学我们用鸡尾酒疗法了 对 日本也学坏了 更恐怖的是抹茶粉啊 你一路觉得想说抹茶 待会他还会教人家喝绿茶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要告诉你 总共用五匹 绿茶跟抹茶粉 里面也是农药都超标 有一个叫抹茶牛奶的 日本进口的啊 也是有四种农药残留的 太可怕了 其实你如果到台北市的化工行去看 很多都是日本进来的 其实很多食品会加那么多东西 都是日本人先研究出来的 真的 那逸祥就比较惨了 对不对 很惨 因为你都一个人在外面乱吃 我那时候爱吃咖哩到我去 咖哩店当店员 真的假的 真的啊 而且我做内厂的 所以呢 内厂可以在后面一点吃 吃不用钱 我就没看到都偷吃 然后我们中午我都乘一大碗咖哩 然后加上去开始吃 我们去那边打风的时候就每天吃 难怪你长不高 我在想吃 这位吃在吃在吃 可是我觉得大家啊 其实这么多的食物都有危机 真的很难就是避免 对 那洪医师请问一下 这些东西本来大家认为没有啦 其实我从那个毒淀粉出来 有很多人就讲说 只要有勾芡的就要小心 那民众已经吃下很多了 您刚刚讲到说每天六十公斤 不要超过多少 问题是我今天吃肉丸 明天吃我和米酸 结果我分散风险也没有用 怎么办 这种顺丁希臃酸怎么去解毒 就是可以吃那些什么 含甘胺酸类的食物 猪脚啊 鸡爪啊 还有一些明胶类的 那这个可以去解毒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水啦 水不离生 像你看我来录影的时候 一定会水不离生 因为采用一个东西 大家平常喝水的时间 真的是太少了 所以水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又可以保护肾脏 那你看一下 我们刚刚制作 当然也制作出一个很棒的 一个毒淀粉解毒的一些食物 像鸡胸肉 鸡角 猪皮 海菜 大豆类的 这些都可以帮我们排掉 除了顺丁希臃酸 之外可以修补我们肾小管的 那个缺氧性的一些病变 哇 好吃 怎样 至少还有解药 但是那个解药 难保他没有下药 吃了一个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 对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食安危机 我们要关注的呢 节点来告诉我们 超恐怖的 没想到呢 国中国小的营阳午餐 竟然里面有农药残留 根据卫福部的抽验检查 发现呢 国中国小的营阳午餐里面 竟然农药残留 而且更恐怖的是 其中一所小学里面的白菜 竟然还有致命的农药 只要30公斤的小朋友呢 吃进12公克就可能中毒 乐乐 你的妈妈好担心你啊 我跟妳讲 天下父母亲妈妈都一样担心 但是我觉得 被抽验出来说 那个营阳午餐里面 含这么高 很可怕 而且会很难过 因为你知道像我两个小孩 都是吃学校 因为学校就是不能 妳好像强迫啊 一定要 就是规定的 国小是强迫的啊 国小是强迫 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去 那个餐厅吃饭 所以妳必须也要去 而且学校也没有给妳 蒸便当的地方 所以妳没有办法 自己带便当 就一定要吃学校 所以我也只能 用比较就消极的 就说 小吃一点 我家再来吃一包 不然怎么办 不然怎么办 真的 我回来妈妈再帮妳补回来 回来妈妈再煮好一点 再弄好一点的 给妳自己再多吃 所以在学校 我们就看到Sky 就是要咬着咬着吃 没有 然后我在学校就跟老师说 妈妈叫我手吃点 不是 在学校就跟老师说 她太胖了 麻烦妳都给她吃水果 那那个 我儿子超喜欢吃水果 所以她就没办法吃 就都不吃 所以就忍到回家 結果到了下午就打电话 妈妈很饿 對啊 現打新鲜蘆蕊汁 喝完马上送急诊 一个女生喔 她就在路边啊 看人家在卖那个 有沒有 喝完没多久 开始整个人不舒服 开始吐喔 口吐白沫 送医院才发现 她里面 身体里面 流到相关指标 是一般人的四五十倍以上